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6日 欢迎来到投资生活日记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纽约的房地产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华伦密集的法拉盛区 我们在这个 150多街 我们在拍一下 一栋豪宅 这是一个 应该是新建的 一栋豪宅 我们看到 有大概很大的停车坪 还有车库 然后整个 这个豪宅已经 基本上完工了 但是还有一些收尾工程没做 所以 大概出于这种状态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也可能是 资金没有跟上 或者是 这个主人 建房的主人 现在不需要 入住也不需要 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所以就这样子一直停了下来 我们看到纽约 整个房地产市场 在过去疫情期间 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有一些 曼哈顿个别的地区 豪宅价格下跌 但是像法拉盛 华人聚集地 比较密集的地方 房地产市场还是不错的 很多房屋在新建和完工 也租房房租有一定的下降 但是总的来说 纽约的房地产在 今年 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应该会有逐步的恢复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订阅 投资生活日记频道 谢谢